8月15日,美国国防部长五角大楼负责人老埃德·奥斯汀表示,他今年第二次的COVID-19测试结果为阳性。 现年69岁的奥斯汀今年1月初也曾确诊,这次是他第二度染疫,目前症状轻微。 奥斯汀在一项声明中说,他将按照疾控中心的要求,居家隔离5天,他会在家中通过网络正常办公,并维持所有职权。 与上次一样,医生这次告诉我,因为我完全接种了疫苗,包括两剂加强针,所以我的症状相比而言不那么严重。 奥斯汀说,奥斯汀还表示,今后几天他将继续与医生保持沟通。 奥斯汀最近一次与拜登总统密切接触是在7月29日。 美国总统拜登7月21日COVID-19检测呈阳性,并于7月27日结束隔离, 随后在7月30日再次检测呈阳性,又隔离了一个星期。 看美国记者静言综合报道。